这边如果我有Object跟Image 我要找它的那个什么Center of Rotation的话呢 我首先要决定它是90度还是百八度 然后90度的话呢 我们是两Pair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然后百八度的话呢 我们就接两Pair上来就可以了 OK 好,首先你看这一个是90度 你怎样知道它是90度呢 你看R你就转一次 就会变成R' 这个就是90度 R转一次 所以它就是这样的 就变成R' 然后这个R转一次变成R' OK,转一次变成R' 然后这个呢它要转两次 转两次 这个就是百八度 所以这个是百八度 剩下的都是90度 百八度你直接拿两Pair对应了 你想象这个是A 然后这边是B 这边是C 这个是A' B' C' 然后这边呢 这个是我的A 然后这个是我的B 这个是C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 它这个是24 H' B' 是24 24 这样 所以你只需要在这边 B跟B接上来 C跟C接上来 这个就是它的Center of Rotation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是百八度 然后你讲百八度的话 你就随便放clockwise 或者是anticclockwise都可以 然后你记得你一定要放Lotation这个字眼 然后它的Central at 这个是-96 OK -96 OK -9多号6 OK 好 这样 然后在这边呢 这个呢 这个 这个是90度 这个是90度 你看这个 转一次 就变成这个 你转一次 你看到它的形状 这个呢 它是转两次 O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拿随便两配 百八度的最简单 直接随便拿两配 就对应了点 这个跟这个对应 然后这个跟这个对应 然后我们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它的Center of Rotation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就是Lotation 然后180度 然后Clockwise 你一定要写四个东西的 就是Rotation 这个字眼 多少度 顺时逆时 Central在哪里 它的Central是25 Central at 25 这样 好 90度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边 你看啊 它这个是ABC的话 它对应的是A'B'C' 然后你需要做的是 你拿B跟B' 你画一排 Perpendicular bisector 你的B跟B' 你画一条 Perpendicular bisector B跟B' OK 你插在B 然后撇一撇撇一撇 插在B' 撇一撇撇一撇 这个就是B跟B'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这个这个是B' 这个是B'和B'的 然后过后呢 你再来拿随便C跟C'或者是A跟A' 好我拿A跟A'吧 A跟A'会比较明显 所以我的A跟A'的话上面一撇下面一撇 然后A'这边我也是上面一撇 哎呦 下面一撇 它的这一个好像这一边是我接错地方了 我刚刚应该就在这边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拿这个跟这个连接起来 OK 所以它center是在这一边 我们要知道对不对的时候呢 我就算 1 2 3 1 2 3 4 5 OK来到B 然后我这一边 1 2 3 4 5 1 2 3 对了 OK 好 甚至是你可以拿你的扯 在这一边B跟B之间这样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这样 它的这一个 这一个跟这一个 是一样的 90度了 这样 看到吗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我就给它名字 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这个是D 然后我这样 掉下来的时候呢 这一个会变成我的A' OK A变 这一个这样转过来 它是这样转过来 刚刚这个我还没有讲完 这个是Object 这个是Image 所以它是逆时 所以它这个是Lotation 然后 90度 然后它这一边是 瞬时 Clockwise 然后 它的Central Central 这个是E1 E1 OK Central at E1 对吗 OK 对 好 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C' 这个D' D' 所以我D跟D' 这个很简单 你看这一边 123456 然后123 这个正宗 这样 就是D跟D' 你看 你看 插在D上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插在D' 上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这个就是D跟D' 接着我拿C跟C'的吧 So C跟C' 开大一点 C跟C'的 然后这一边 这一个 C跟C'的 在这一边 哦 刚才我这一边没有画到 C跟C' 所以我这一边 这样跟它连接起来 这两个连接起来 好 所以是在这一边 你看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随便拿B B 你看 1.2.3.4.1 1.2.3.4 对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C' 所以它这一个是 Lotation 你一定要写Lotation 这个字眼 然后 90度 然后它是逆时 所以它是MT C' 然后它的C'在哪里 它C'在 这一个 这一个是-76 -76 OK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 这一个是-96 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这一个呢 它是90度 OK 这个R 这个是R' 所以它是转这个方向 OK 所以我给它这个是A 然后B C D 所以这个肩上来是A 然后靠近的是B 然后C D D 所以A跟A'很简单嘛 横的嘛 123 4 123 4 所以在这一边 4个4个 这个是A跟A' 但是你还是要给你的老师看到 就是说 这个Perpendicular Bissector 是这样画的啦 所以你记得我们要找的时候 90度的C 是两配的Perpendicular Bissector 然后接着我就拿B跟B' B跟B' B跟B'不可以 B跟B'跟这个是一样 所以我只可以拿D跟D' 所以D跟D'的时候呢 我就开大一点 上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然后这一边也是上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然后我们这两个跟它连接起来 这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Center 我的Center是在-3 1 对 所以它是Rotation 然后90度 然后Anti Clockwise 然后Central at-3 1